我们说说现在为什么丁克越来越多 以前也都说过 两个人到了年纪不谈对象 谈对象不结婚 结婚不在一起 在一起又不生孩子 就是这样 越来越多这种现象 那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有人说从客馆上找 养孩子很贵 时代不一样了 你那个时候养孩子很好养 生一窝 那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吗 那大环境再怎么样 你小家庭 前面也都说过 那过得好坏不在于 有钱太多 你看我现在一个月 三百 有事五百 也就够了 安平乐道 追求我们喜欢的方向 并且 还是有发展 走出来的话 那钱也都是顺带来的 当然了 有条件 当然是先成家 但是现在先成家的也少 那除非说你真的没有合适的 那当然固然很重要 那就算晚一点 老天不会给你命里没有这个 正缘的机会的 就连僧道也是有 只是缘分深浅 他那种脾气秉性能不能珍惜到这一段年的缘分 没有说这个人一生来 既分阴阳男女 没有说不互相吸引的 也没有说 就生下来 注定你一个人就一辈子了 只能说 某些方面的概率大小问题 最终还服从于主观 客观怎么样 你说客观一些 人他是主动的 灵魂他是有主张有想法的 那什么叫主啊 主主要的 客只是来者是客 一过而已 所以我们经常搞错了 认为客观唯物就对 那你才是主人 他影不影响到你自己 那国法再大 你在家里 没必要追求 你追求你家里的故意就可以了 所以为什么呢 自私 你看自私的私 就带一个腰 其实就是 小孩不懂事 自我欲望 膨胀 物欲横流的时代 什么都想要 那你当然买不起了 你当然消耗了很多精力 哪有时间去想孩子 想传承 传承接待 只是为了 了不起两个人在一起就 雨水之欢 激发的这些 避孕的 摄氏以来 一普及 反正 好啊 你干嘛要那个呢 要结晶呢 那是爱情的结晶 那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了 所以说 越有这些 越不大回事 他这个时代 男不确信 女不差钱 都很随意 那结什么婚呢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个想法 各个各的 那了不起 结完再离 再欢迎 换老公入 换粉丝 那你有小孩 反而是累赘 你要有这种想法 那劝你还是不要 所以啊 所以 这样很多人就不要了